市面上兒童的專用的那些 感冒用的藥水都在這邊 感冒退燒 咳嗽 流鼻水 幼酮專用藥水一字排開 細看這些藥水成分相對單一 更不可能看到 巴比陀基本二蛋品成分 再加上食藥署也追查 結果顯示 這兩款管制藥成分 含幼酮藥毫無關係 這藥品的規範裡面 它就兩歲以下是絕對禁用 那小朋友有他專用的藥品 也不會有這一類的藥品存在 明明不該存在的管制藥成分 但新北市衛生局 日線召開記者會 卻說有些副方藥會出現 狠狠造專家提示藥署大鏈 某一些的藥物呢 它裡面有含微量的本巴比陀 又是副方的話 它不是管制藥品 一般成年人 要拿到本巴比陀的藥物 就有點難了 那只是說腸胃道的 進卵的時候的使用上面藥 但是那都是用在成人身上的 不只如此 當初檢驗結果 新北市衛生局的標準值 也是以200納克為準 標準以下不論測出多少 都視為陰性 但毒物專家認為 這兩種物質在小孩身上 本該就是零檢出 那當然低於它的話呢 當然就只能說它的一些臨床症狀可能並不會有這麼的明顯的傷害 那但是我們並不能說他身體有或沒有 那只能說他確實有可能會被偵測到這樣子的東西 而不是背景值的這個結果啦 就有網友質疑當年瘦肉精英國民黨的要求零檢出 怎麼到孩子身上確實微量不超標不要緊 新北市府遭一屆批 難道是雙重標準還是帶風向帶過頭 3D新聞林文宇 盧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